大家好 我是蔡耀誠弟兄 很高興今天可以到桃園來和大家同樂 剛剛唱的那首詩歌有一位 是今年4月8號的晚上 我看到有位弟兄在參加完一場安息聚會之後 聽了安息聚會這個姊妹所經歷的一生 她這樣種種的感動 然後就把這個詞給寫出來 那有意思的是那天早上我參加了一場結婚聚會 然後我是跟著這個我們小區裡面去負責弟兄們 他們剛得知懷的第二台這樣子一同去參加 那下午的時間還回去這個台中 探望我還沒有得救的家人 晚上回到台北之後我看到這個歌詞 我心中就覺得涌出了滿滿的感動和音樂來 那我當然就問這個弟兄說 欸這首詩歌有沒有人扶取了啊這樣 在約莫短短半個小時的時間 我還沒等到這個弟兄的答覆 我就把這個曲做完了 那這個弟兄也說啊他很喜歡這個曲 所以我們這首詩歌就這麼快的在 不到一天的情況之下就完成了 我覺得這真的是神奇妙的作為 那其實這首詩歌我覺得很像是我信主的過程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這個 我所經歷過的一些故事 我高中的時候是在學校的福利社公讀 會利用下課跟午休的時間幫忙結帳啊 或是整理環境整潔 那就在某一天中午我要清理掉冰箱門上的水器的時候 大家有看過那種便利超商那種玻璃門冰箱嗎 OK 那我想為了求快啊高中心啊 就想說我把冰箱門一次全部打開 然後全部插完之後再這樣啪啪啪啪 把它全部關起來 那這個就在我這個左手打開這個 左邊這個冰箱的冰箱門的時候 右手有準備打開右邊這台冰箱門 這個冰箱漏電 我大概滾然後在那個瞬間我就觸電了 那我的人生差一點點就在那個瞬間就畫上句點 那我大概經歷了危急的五秒鐘 然後來形容一下這五秒 所以第一秒呢我覺得說欸被電了 然後就很緊張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第二秒我就是努力的想要放開我的手 可是這個手呢就是沒有辦法聽自己使喚的 反而是越握越緊這樣子 然後那個肌肉啊就是全部都站起來 那第三秒的時候我就看到我手上的那個寒毛 一根一根都竖起來 然後那個末梢都已經在發電光 那第四秒的時候我想說奇怪怎麼沒有人來救我啊這樣 可是又想到說欸這個小時候老師都有教過喔 那個觸電的人不要碰他不然有個廢電這樣 我的心裡就一軟就想說欸這個如果說是要有別人跟我一起這個受害的話 那就我就放棄了這個求生意志 我就說那自己這樣子就好了 那第五秒鐘我的這個所有的五感就已經消失 就是眼睛啊鼻子啊嘴巴耳朵都完全沒有任何知覺 這個五感就消失 那這個所謂人生的跑馬燈就這樣刷刷刷刷刷 然後就迅速的播放完畢 然後就迅速的播放完畢 打娘胎出來那一刻到剛剛黏在冰箱上這樣 然後迅速播放完畢 那大家會很好奇說多放完畢然後 然後我就到了一個黑暗的空間 伸手不見不見不見 甚至你連伸出手這個動作 你都會不知道欸到底我有沒有做這個動作 那我就在那個黑暗裡面啊 不斷的疑問說 疑問了幾個問題 我就會疑問說 欸人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欸我的存在是為了什麼 可是不會有人回答我在那個黑暗中 那多次我覺得我就有這樣的感覺 是不是說欸我一旦停下了疑問發出問題這樣子 欸我就會完全的跟這個黑暗球融合消失在這個黑暗的裡面 那在這個黑暗中啊 欸雖然就是說好像消失了 這種這件事情感覺讓人家覺得很害怕 但其實更可怕的是 你在這個黑暗裡面出了 就是這個無止盡的黑暗裡面 出了黑暗出了孤獨什麼東西 以前我在想這一段的時候都會覺得非常的可怕 然後會想要孤獨 但感謝主我這個故事給你們在這邊 這個很有趣的是後來這個遠方就來了一道光 那我們都有學過物理 光這基本上是直線前進的 但這個光很像一個人在散步 然後像那個微風在輕輕的吹 那這光就緩緩的靠近我 那當這個光碰到我的那一剎那的瞬間 我這個人的這個輪廓的邊緣就閃爍了一下 那我們也都知道說光這個物理的光碰到物體 這個背面會產生陰影 但這光沒有產生陰影 這光就直接穿過我 然後這光它就漸漸的在充滿我 那這光就照亮我的每一處 就在這個光充滿我的這個同時呢 我是感覺到舒適的 是溫暖的 是滿足的 彷彿這個灌物皆我所有 我也被灌物所有一番這樣子 那種幸福讓我幾乎是忘記了死亡的兵具 不過其實在這個光即將 快要完全充滿我的那一個瞬間 我就心裡想到說 可不可以不是現在 我還有我的家人啊 我的朋友啊 我的夢想啊 這光沒有跟我講話 但是它迅速的抽離我 在這個抽離的瞬間 你也不能控制它不要抽離 就在它快要完全抽離我的時候 我就回到了這個冰箱上 我的同學從妖部有助我 然後把我從冰箱門上扯下來 那其實再說一件題外話 就是說我有一個學妹 做了一個跟我一樣蠢的事情 然後她的整隻右手就是 的微血管都破裂 然後就是進醫院了很久 可是我竟然是毫髮無上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其實 唯有神有這樣的大女孩 可以在這種臨時差 而且讓我在毫髮無上的情況之下 把我送回來 謝謝主 那從那次意外之後呢 我就一直想要找那道光 到底是什麼 那我家是傳統信仰 那從小我又有特殊體質 在這個傳統信仰中 會有很多的矛盾 在許多的儀式裡面 我就著我眼睛所看見的 也很難說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假的 然後後來我就變成那種 什麼都信 但是也什麼都不信的那種人 但是神真的非常神奇 大二生大三的那一年暑假 我一個人住在陽明山上 我忘了說 我大學念的是這個 陽明山上的中國文化大學建築系 那當時的我很努力在這個 課業跟人生的規劃上面 成績非常的好 然後交友廣泛 也是我們西商當時唯一在大二就有這個 就爭取到在建築師事務所裡面實習的這樣的學生 說實在的看似可以很自負很驕傲的我 但是當時我的心情 心裡面的感覺真的是非常的空虛 我常常在夜裡會問起一樣的問題 說北本山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我存在是為了什麼 那就有 就在某一天晚上有一位學長 他來這個我在外面租的這個小套房過夜 然後我就問他說 學校屬期這個宿舍不對外出租 那你住在哪裡 他說我住在帝王之家 然後我就很好奇 就說帝王之家是什麼樣的地 他說帝王之家 就是基督徒弟兄們會住在一起的家 然後我就說 那這樣這些弟兄們會聚在一起 會做什麼嗎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學長就說 嗯 沒什麼啦 他們早上都一起祷告 一起讀聖經 一起唱詩歌 然後我眼睛就有亮 唱詩歌好啊 我喜歡唱詩歌 幾點 然後學長說六點 你要知道說對建築系而言六點 起床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那個晚晚其實才是剛要睡覺的時間 可是從那一天起 這是我另外首歌的名字 對不起 我每天早上五點五十五分 就坐在他們帝王之家的客廳 然後甚至就是進去他們房間 把他們挖起來陪我唱詩歌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說 我老闆也是基督徒 那我就受他所邀到他家去體驗教會生活 那奇妙的是 當天這個詩歌唱的是非常輕快活潑 就像我們剛剛唱的那一首 那我眼淚像是那種壞掉的時候 關都關不起來這樣子 不停的哭不停的哭 哭到我都很像這樣 欸 柏立姐靠上 就是那種感覺 可是 欸 這個 電腦準備就像我們剛剛起來 會起來拍手啊 打結拍啊 握手寒暄啊 然後這時候 我老闆突然站在我面前 我臉色一層 你要幹嘛 然後他就抱住了我 他給我一個鮮鮮的永光 但在那個瞬間呢 我感受到了 好像就在那個黑暗裡 光充滿我的那個感覺 是一模一樣的 那個擁抱的感覺 就像那個光 我心裡很感動很感動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找到了 但是大頭腦的 我沒有在那個當下 就信入主 所以我回去開始學著跟神禱告 從那種很無厘頭的說 欸 主啊 如果你是真的 今天工作可不可以輕鬆一點 然後可以學到一些 欸 蠻有用的東西這樣 或者說 欸 我今天出差了 我要 就是說 市政府狂愛常常找到停車位 可不可以給我停車位 從這種很無厘頭到 你知道嗎 到我後來會認認真真的跟神說 主啊 如果你是真的 請你用任何方式 任何方式告訴我 那就在那個禮拜天的早前 我就快要睡醒的時候 我就夢到這個 AR K 三個英文字 這個 然後不同 不斷的以這個不同的字型 不同的大小跟形狀 在夢裡面無限循環 我就很好奇想說 欸 這什麼意思啊 就醒來的時候 口中還念著這個 AR K 是什麼 然後我就爬到電腦桌前 Google 翻譯 AR K 聖經裡 方舟的意思 什麼啊 我念一下這個英文 In the Bible The ship built by Noah To save his family and to Every kind of animal from love them 就是說 在聖經裡由 諾亞建造的 拯救他的家人 和所有種類的動物 一公一母 不被洪水 給別人 然後我當下就覺得說 哇 奇奇品哥 因為他全身就暖暖麻麻的 那我當天去這個 參加主日聚會的時候 2011年8月21號 下午3點20到40分 這個是記得非常清楚的時間 我想說 一般我們主日聚會 能聚到下午2點 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當天 怎麼聚到這個時候還不結束 一群人包圍著我 我想說你們要幹嘛 很好 很有意思的 在這個師母們跟我說 欸你今天是不是可以 受盡成為一個紀錄服 我就是有一點點不願意 但是不曉得為什麼 我就接受了這樣子 這個我坐在浴缸裡面的時候 我就突然那個 在黑暗裡面那種 孤單的感覺 突然這個湧出來 突然襲來 我想說 我一個人到台北求學 遇到什麼事情 其實我都只能自己面對 熟悉的家人跟朋友 都沒有人是基督徒 我這樣信的主 不就更孤單了嗎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 我突然心臉一轉 我覺得這真的是主的祷告 我就打發說 主啊謝謝你帶領我 今天讓我進入你的國度 也請你紀念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 我家人的朋友 我朋友的家人 我朋友的朋友 而且我真的是念這麼快喔 我就說 也都能來認識你 相信你 你也都接納他們 那禱告完的時候 我的眼淚就流下來 然後我就躺進了水裡這樣 那我就埋葬了救人 重生成為一位基督徒 這個過了七十天 我的室友 也就是我的學弟 然後我邀請他去參加一場 這個福音舉會 然後他聽一聽之後 他就信主 接連串 他的媽媽 他的妹妹 他的阿姨 他跟他外婆 學弟的媽媽 一家同事 的同事 一家母 然後我的學妹 我的學妹的學妹 我的同學 就連只有一面之圓的朋友 也在這個聊聊天候的隔天主日 主動跟我說他想要信主 Amen 那雖然至今我的父母親和弟弟都還沒有信主 但是我相信主既然能夠照著我受盡時的祷告成就這許許多多人 歸入他愛的名裏 這我的家人必定也是在他的手中 他必會在這時間來安排這一切 那這首詩歌呢 有一位 心裡不承認的是 陌生無知而清醒 其實這真的就很像我還沒得救的時候的狀況 其實包括這個還沒得救的時候 會做那些無禮的頭的祷告 其實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錯過他人生參與峽谷 驚險間難以出入 有一位你一定要認識 克服苦樂可安的事 從起初他救了 直到你 為你守候愛為止 那之後得救了 這一位他能使你心滿 無從喜樂回恨晚 有了他生命是何美好 向黎明光見閒藥 這一位人救主是耶穌 生老病死 祂是主 祂是愛 神命負的俗教 主人無無能相差 阿們 福哥我們一起練好不好 是他誰有千萬恩惠 無邊的會有這一位 只要嘗過主人的滋味 便知道他最好最美 走過日月千山萬水 唯有他我不曾後悔 隨便悠悠一群無悔 到那日活人要追隨 阿們 我想這神今天是 藉著各樣的人事物來愛我們 使我們認識他成為他最好的朋友 阿們 阿們 而信主後的我這個神成為我的依靠 雖然這個人會碰到許許多多人生 必然會面對的問題 但是這個有神的生命在我的裡面 有聖經的話 有弟兄姊妹們 有詩歌 阿們 這樣的生活真的是挺美心的 阿們 很高興能和你們分享我的故事 阿們 也期待有機會能聽到你們和神之間發生的美好經歷 阿們 阿們 那你們都知道這一位是誰了嗎 阿們 阿們 這一位是耶穌 阿們 接下來這首詩歌 帶給大家欣賞的是耶穌 阿們 阿們